各位投資朋友歡迎收看今天的這個節目 今天主要當然今天主要不是要講什麼新聞焦點 主要是剛好有基因 應該說有一些投資朋友對於這線上演講的一些疑問 我順便在今天稍微跟大家做一個解析 但是如果只跟他講現場演講這個部分 我想好像太乾了一點 可能只要5分鐘或3分鐘就講完了 所以我乾脆把今天新聞焦點 而且今天其實也有一些新聞 其實當然就包括像什麼明天 我們的時間應該可能是明天的吧 明天下午應該4月4日的下午 那還是今天我不知道 就是劉鶴又要去跟川普見面 反正每天見面一直拆的照片不就是那些嗎 還有包括事實上在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當中 費城半導體指數寫下新的高點 真的是厲害 我只能這樣講 對不對 你看到半導體說真的你也看不到什麼樣的利多 但是他不知道想要新的高點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解析 那首先一開始呢 還是從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個年報分析的這個 相應的跟大家做解析 那我跟他講 會員本來就是專屬權益了 就像我們上次的這個財報 我們上次那個財報課程 對不對 你如果是會員的話 你會員的話 你繳的錢就比較少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非會員的話會比較多 但是呢 不管你是 你只要是會員 不管你有沒有繳錢 我們財報課程的最後那一段 大概45分鐘左右的第三季的財報解析 那一段是會員專屬 所以那段會員是不用繳錢也看得到的 這個一樣的道理 那這一次呢 其實這一次就沒有分析到那麼細 因為這一次不是什麼財報課程 這一次就是單純的2018年年報分析 那加上我們選出來的什麼樣的股票是定存股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非常的重要 你看到我們其實這幾年選出的定存股 不管是什麼台泥啊 或包括像什麼中鼎啊 對不對 甚至包括什麼聯華 這類的股票 甚至我們還有跟大家講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了 中向跟國際 改名了 叫國際中向跟什麼 南地 對不對 我們講南地的時候在二字頭啊 在二字頭 20多一點而已 你看差那麼遠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2018年年報分析 加定存股這部分 非會員我們一樣維持的就是說 禮拜日以前 20月7日以前你報名的 我們有早鳥架 那會員就不用擔心 會員本來你就是有這個專屬的優惠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電 這個上面的打切掉 OK沒有看到對不對 然後呢時間啊 這個今天有這個投資朋友問 大概多久的時間 我說大概是45分到60分鐘啊 其實大概是一次 一次的線上影響大概都這麼久 45分到60分鐘 那會員的話專屬權益 然後被會員的話 是週日前報名的話 早鳥架 那當然呢 你說多貴 這個我們就不便在這邊多講多少錢 不過比上次財報課程還便宜 這真的啦 因為上次財報課程加加 前後加加 是應該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應該超過兩個小時以上 應該超過 我忘記是不是兩個小時半 我忘記了 那這次大概45到60分鐘 所以呢 當然 以這個 當然是以精彩程度 我覺得是不輸於精彩 其實在上次財報課程裡面 我剛剛就是 我今天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看到 對不對 其實我們上次就已經跟大家點名了 叫大家不要買壽閒股了 我在上次財報課程裡面 大講IFUS9 佔了我大概在15分鐘左右的篇幅 講完之後我告訴大家怎麼樣 你看不懂IFUS9沒關係 對不對 你只要記得 在投資金融股 投資壽閒股 之前請你三思 尤其是壽閒股 因為那個時候 李長哥已經出來講 這個他要盡力保護 保護的資產了 你看到人家這樣子 你還不跑 對不對 說真的 今天我看到這個媒體 有這個新聞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今天有這個新聞 龍頭市值 一週蒸發345億 為何只是動盪開關 我這個新聞 我不跟大家做解析 因為我沒有意義 對不對 你自己去上網看 對不對 上一週看這一篇 你可以在UDN上面看得到 好不好 龍頭市值一週蒸發345億 為何只是動盪開端 事實上我們都很早跟大家講了 當IFUS9去年開始試用之後 其實很多東西都動盪 那你說為什麼要試用IFUS9 我想這些東西就是為了避免2008年的金融海嘯再度發生 因為很多公司你看到以為賺錢 其實他不賺錢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IFUS9之後 那些什麼綜合屬印什麼全部 首席不凶的建公婆 他根本不賺錢 你真的以為他放到到期日會賺錢嗎 不好意思 沒有 IFUS9裡面呢 什麼一些股票 債券 他都要去評估未來的一個收限 收限的能力 你不是說 這個債券可以 固定收息 就一定固定收息 你還是要評估 反正很多東西都是評估 結果估出來之後呢 你就糗大了 但是如此 我們跟他講 那包括以前 大家很喜歡把這個資產藏在哪裡 藏在這種沒有市場價值的這種所謂的債券裡面 哇 那以後就麻煩了 我想很多東西 我相信你不需要懂太多 因為你就不要去投資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講過了 壽險股 我都看不懂了 你還看得懂 你隨便你啦 你開心就好了 我們都不多講 好不好 這個內容 我們不看了 今天的上陣指數 不過下半場的港股是跌的 不過沒關係 今天上陣指數漲多少 漲將近百分之一 我想理由其實很簡單 理由就跟這個理由關係很大嘛 對不對 貿易戰線和解曙光 因為他說有兩個痛點 北京認了 這個是 這個如果是別人寫的 我不相信 那這個是什麼 這黨報寫的 這黨媒寫的 對不對 這大大是黨媒 旺旺中時是黨媒 哪個黨你很清楚 對不對 黨媒寫的東西啊 你就要相信了 他說怎麼樣 他說本週展開第九輪的一個談判 由大陸博物院副總理 劉鶴率代表船前往美國華府 據說下午4點半見面 對不對 這場美中貿易戰的一個爭點 就在於竊取智慧財產權 強制技術移轉的一個技術 還有包括什麼 網路駭客攻擊等這些核心的問題 那包括庫德洛 周三有承認說 陸方首次承認這些指控 這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講 對不對 據傳聞啊 美中貿易協議已經敲定九成 剩下一成 包括關稅跟執行機制的問題 如何實行 也接著影響接下來貿易談判的走向 對不對 此外 川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期間 然後呢 這個明確表達 陸方在處理竊取智慧財產權 跟強制技術移轉的問題態度相當不滿 然後呢 庫德洛也向外偷偷說 陸方的首度 這我們剛剛就我們就不多講了 反正他承認這個 智慧財產權跟強制移轉技術 還有網路駭客這部分呢 是保險是合理的對不對 你們也知道 中國不就是這樣做嗎 當然呢 我們希望趕快簽成 這個拍戲 拍戲脫膨 可是老實說 在這比較模糊時期的時候 股市是更有力量上漲的 因為大家都擔心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sell the news 對不對 消息出來的時候你要賣股票 buy the rumor 對不對 在買的時候什麼 有謠言你趕快去買股票 類似這樣 大家都很擔心說 這個消息出來會變成利多出金 另外庫德洛也指出啊 習近平在阿根廷的一個舉行的 G20宏偉者作為表示說 會傾聽美方的擔憂 庫德洛表示說 其實沒有說 不 沒有 不 我們沒有 不 我們沒有 他樂於傾聽 對不對 但怎麼就較低層次來說 美方聽到陸方的說法 是很大的進步 對此 美國中國駐美大使館 並沒有對他的說法 感到這個去評論 好不好 那此外庫德洛說法說 這個華為啊 他們華為的問題 沒有在貿易談判上提及 華為以及其財務長孟晚舟 目前遭美國司法部指控的23項罪名起訴 然後庫德洛說 華為的問題一直沒有出現在談判過程當中 直到目前為止 美方將其事於法律問題 那當然這個給大家參考 還不知道這個 對不對 貿易戰是不是就要答案句號了 對不對 川普呢 週四將在美國啊 在白宮接見 中國副總理劉鶴 因為這一輪盤就要開始 這接見也是很正常的啦 你不用想太多 好不好 根據白宮的規劃 美國總統川普呢 計畫週四會見 這個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他們見了很多次 這個照片不是今天拍的 這照片以前拍 還借了非常多次 什麼買玉米買黃豆 不是講了很多次了嗎 對不對 華盛頓和北京 正似乎要達成一項 即將結束 長久以來貿易戰的協議 我們他說 不能簽MOU 大家不要忘記了 對不對 像 我們韓總統去簽MOU 那個有沒有事情都沒差的 對不對 要簽的是什麼 Agreement 要簽的是Agreement 這是一個協議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包括昨天的美國股市上 為什麼 因為美中接近達成協議 而且呢 AMD使得 貝能棒的歷史數漲了3% 你看昨天漲到什麼程度 我這個內容不多講 你看到 我們怎麼樣 可以先可以看 對不對 費半標到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投資朋友 不是說景氣很不好 什麼很不好 人家怎麼標歷史新高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最近 連最有疑慮的環球晶都在漲了 我想也不知道多少人告訴我 叫我去辦公台環球晶 我都沒去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連最有疑慮的環球晶都漲了 到底還擔心什麼呢 當然我說真的 環球晶漲的真的已經很有限了 如果你做細創 如果做瑞育 對不對 如果你做什麼 你做神盾的話 如果比它漲太多了 那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你做南電也贏它 你做南保也贏它嘛 那沒什麼好講 因為環球晶我知道很多人套在 不知道說400多 600多跌下來的 現在才300多 很多人都還是對著在操作 對不對 野村去發布一個報告 他看好AMD跟英特爾 我為什麼把AMD跟英特爾 把它圈起來呢 對不對 我們手上有一檔 AMD跟英特爾的概念股 它兩邊都有出貨 你說哪一檔 明天晚上8點 非凡股市現場 好不好 我會有講 好不好 我這邊就不講了 不想浪費這個時間 費範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1476.61 收盤1464 沒有收到那麼高 最後漲2.27 盤中最多漲3%以上 野村旗下的研究機構 野村分析師叫什麼 David Wong 然後這個周三 他看好AMD跟英特爾後市發展 他預測晶片業將在2020年到2025年間復蘇 激勵費範大漲近3% 觸及歷史新高 受價的激勵 AMD本來一度大漲12% 英特爾一度大漲2.17% 然後最後當然英特爾 AMD沒有漲12% 好像漲8%還是9% 他們把AMD的目標價評為買入 使得周三AMD成交量飆升到1.13億股 足以使得該股成為美國主要交易所最活躍的股票 除AMD之外 我們看到他也看好 英特爾人工智慧跟智價方面的相關領域 將英特爾評價評入什麼叫買入 然後股價目標65美元 然後David Wong他表示說 根據Mobileye的iQ3晶片銷售持續增長 那iQ4產品的銷售 這一個相關攀升英特爾的自動價錢晶片銷售 Mobileye可能會從2018年的7億美元 撐到2021年的15億美元 我想這很有可能 那也報到這個新聞 華爾街他說只要投資人看多5G 半導體類股就一路創高 當然沒有錯 那當然是一路的創高 你看到英特爾 你看到半導體的ETF都在漲 他說儘管輝達還有micron的狀況並不太好 但是許多知名的半導體個股都創下今年來漲幅 也都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其實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你如果只看美光的話 你真的看不出來 那如果你看這個回答 回答幾乎是已經沒有什麼光環 因為沒有人在挖礦了 這證明他們真的是靠挖礦上來 可是你光看其他的家公司 我想我之前跟他講過 你看安華高 安華高其實之前幾乎都沒有什麼跌過 都沒有什麼跌過 那漲的時候都很有他的份 安華高大概從去年 我這邊看到的一個數字 他去年的低點大概落在203 現在的點數落在304 他幾乎是這個算是費神毛利指數裡面 其中一個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領桃股 所以你看到他主要他受惠什麼 安華高受惠什麼 受惠5G 安華高就是安華高加Block Block下博通 博通在做Switch晶片 什麼等等晶片 攝平晶片都在做的 對不對 他受惠到是5G的 那當然扣除了灰打跟美光之外 其他很多股票都在創新高 對不對 然後這個分析師他說 市場在大力壓住5G跟數據傳感器的持續多頭 我認為這個壓住如果奏效 情勢會完全不同 物聯網跟晶片 基本上是各種設備的核心 真的可以產生比較 這個想像中更廣泛更大的需求 所以才會確實成為2019到2020年的主流 能夠突破之前的高點 他也補充說他肯定晶片股會一網打進 但是呢 這個 即使長期看好 他寧願等會掉機會 不過有人認為說他不喜歡這個類股 因為他認為說 這位技術分析師指出說 他這個已經漲太高了 對不對 他認為說他已經漲太高了 那就給大家做參考了 不過我們認為說 其實你看到 你看到細創 對不對 瑞育啊 你看到這一些什麼神盾這些股票 你大概可以了解到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市場很喜歡有想像空間的股票 對不對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瑞育的本益比將近20倍 現在已經快20倍了 今年 我在今年賺到8到9到10塊錢 現在股票快200塊了 很久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那聯勇也是一樣 聯勇的本益比現在已經拉升到 156倍以上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你很久沒有看到聯勇這樣的一個價格 而且現在看起來越佔越勇 好像200元 佔上去之後 準備往250元跑 這樣的一個感覺 甚至不用講那6462的神盾 對不對 神盾 12月那麼爛 你看3月份聽說好一點 已經長成這個樣子 長到創新高了 長到我們買進去的新高 那還沒有到去年的300多塊 可是我覺得 我這樣講好了 我就遲早會到 好不好 就遲早會到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比較正面的 美國部分 陸股部分 那這到底是正面還負面呢 這很有趣啊 中工去買陶租影員 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 你把星空看完就覺得 把他抖 但是你也會覺得好在 你沒有買中工 好不好 吉那把他抖 為什麼 他說中工用 一瓶357.19萬 去買了4戶的逃租影員 逃租影員才幾戶 你知道嗎 這位好像一共才 台路影韓好像一共才賣20戶 是不是 我看一下 逃租影員 逃租 影員 幾戶 他已經公 他是2018年7月17日就公告了 對不對 他說一戶要上看18億 他一共只有40戶而已 一戶上看18億 十塊到18億 結果勒 其實你看 一戶上看18億 他買了4戶才花了多少 花了42億 一戶才花10億多 所以也比他預估 當初的價格還要掉下來了 但是換算每瓶是357.19 對不對 當然會不會跟 會不會是因為他的造型 有點難看 所以人家不太想住 這個不是我們批評的範圍 我不講 反正見成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對不對 我們買不起 我們就是純用看的 他這樣一戶賣的 賣的大概10億多 跟先前的新聞寫的東西說 一戶18億元 一戶18億元 我想好像有 好像有很大 很大很大的一個差異 我想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亂扯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最喜歡這邊給他截圖給你看 讓你看一下 不要說沒自己說了 我沒有忽然你 我沒有忽然你 一樣啊 就是那個螺旋體 對不對 這個螺旋體就長在這裡 來給大家看 陶珠銀元 我看到了對不對 之前說的 年底公告 對不對 一戶18億 這是2018年7月17日 那我們不管了 我們就回到我們繼續要跟大家講 這個357.19億 也是很歷史新高了 也是歷史新高了 去年中完工作到現 許多取得持用資料後 遲遲未見成交案例 今年他一定會成交 為什麼 你知道這種都沒有成交一年以上的話 越來越少人要買啊 我怎麼這樣講 那當然賣的比預期差 也是可以合理接受的 那他說為什麼要賣呢 因為他是拿來抵債的 好不好 他是拿來抵債的 內容不講 一戶10.69 馬上有寫嘛 對不對 單價總價 什麼都創下歷史新高 坐上豪宅外的寶座 那中公也是維京集團 沒有錯 好不好 你們看 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也是不得已啊 他這邊有寫的 中公表示呢 他說是因為什麼 他說因為中公是合計人房 這幾年陸續支付工程館 保證金錢貸電款 向約43億元 所以此次亞太工商聯 是以66號 68號等事戶 及停車位 作為貸電款來抵償 你看多慘啊 貸電的42億啊 對 他貸電42億 然後呢 至於亞太工商聯 這關鍵企業 沒有把抵償的房屋 跟這個停車位 予以灌水 依據建價式估價結果 尽快就是同意 然後怎麼樣 從中公取得上主不共產 說真的 18億變成10億 也是算降價 可是呢 這個價格會不會太貴 這個我不是 我們不評論好不好 我不是建價師 我不是建價師 反正我只告訴大家怎麼樣 好在 赫嘎仔 銀劍我沒跟你講過中公吧 對不對 我沒跟你講過中公吧 對不對 好在銀劍 我只講 國劍 華固 長虹 達利 潤龍 永信建 這種平凡到極點的公司 他們其實 他們也有蓋豪宅 可是他們沒有蓋到那麼豪的豪宅 豪豪宅 那叫豪豪宅 豪到天上去 一戶要10億多 本來說要18億 你看 已經幾乎打對折來買了 中央中時化這種小省的公司 我認為短線可以玩玩 但是呢 長線千萬不要認真 你看 金華城 脫標第N次 我一個朋友 每次只要金華城 要標前率跟我講 哇 這次要標成了 結果你看 現在 對方願意付拆遷的費用 還沒有人要標 到底出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的地點比較差呢 這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現在 幾乎所有的人潮 都集到101附近去 你看那邊開那麼多百貨公司 維蜂信義 維蜂 維蜂南山 對不對 維蜂松高 對不對 星光 未來連什麼 大圓百道開在 星光的隔壁 真的很精彩 那邊幾乎全部都百貨公司 所以 他把人潮全部吸到101附近去了 你在旁邊這些東西 我相信 真的很慘 尤其加上你看到 陶租銀元 前四戶 竟然不是說郭董買兩戶 或郭董買三戶 買四戶 郭台銘也 郭台強也買個兩戶 不是 竟然是因為 底欠工程款 底欠電款的43億 42億 這樣分了四戶給中共 哇塞 我說真的 我真的是無言了 好不好 我真的是無言了 我真的無言了 那再來 有比較正向的新聞 講一些正向新聞 有點讓大家開心一點 奧運背貨 台塑南保 營運看竅 其實不只台塑南保 還有一家公司叫做上尾 也順便跟大家講一講好了 其實 我上上禮拜就準備要去買上尾 可是一直沒有去出手 那等下禮拜再說了啦 已經都時間過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的做法 不是在那邊做電視績效的 我股票我一定 一定是在他還沒漲之前 我們就要佈局 我們不會去做拉上去的時候 好不好 奧運背貨 環保風潮 這個催化 我不多念了 反正我們稍微看一下 南保 2月份營收 你這門時候 這都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南保一線品牌廠的 其膠供應商 這個碳纖富材 然後光學膠 奈米吉的塗料 三大財 新產品牽 儲於四股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探纖富材 這邊部分 我們揮手也非常看 這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在股市現場講過了 好不好 我在股市現場講過 那有空你去往這個 3月28日的那個 是3月28日嗎 我看一下 不是3月28 3月21日股市現場 對 3月21股市現場我講過了 你去看看我講了些什麼 我就不負數了 我就不負數了 什麼七成變八成 什麼等等的 對不對 奧運前前一年 他主要鞋交部分 現在佔了他大部分 佔在四成到五成左右 這部分還比較好賺 而且他的主要的客戶 全部都是那些Nike 那些大型做鞋的廠 幾乎都用他的東西 直接出貨給他們的 再來他提到台塑 台塑本來就不錯了 對不對 本來就不錯了吧 那不用我講吧 再來提到什麼 上尾 我覺得這就是很有趣了 上尾他也在做碳纖維的 的複合材料 他說碳纖維複合材料的預進布 運用在LCD支撐價等供應用途 已經得到兩家LCD大客戶採用 而且呢 碳纖維版的用在風電葉片的大樑 屬於新的工法 國際光大風機大廠叫什麼VISTAS呢 現在用很多 估2019年用量超過2萬噸 需求很大 目前跟VISTAS已經有合作 來給大家看一下 上個禮拜有法說會 那這個法說完之後 這個有報告出來 所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對不對 這是國票寫的報告 4月3日才出來的 4月3日才出來 4月3日拉尾盤 然後4日呢 不知道我講錯了 4月3日是開高 然後收最低 我收低好 下來我才會買 不下來我就不買了 我先跟他講 不下來我就不買了 他說怎麼樣 受惠風電復蘇 2019年本業獲利通貨翻倍 他說今年估計本業 可以賺到24塊錢 欸真還不錯啦 我只能說是還不錯啦 然後呢 風場事故 絲成地延 但是上修獲利 他說 這出售海能風電 上有微款2.5億 將地延至2Q19入帳 然後EQ 這個去年第四季 上尾有出售海洋風電 那個這個到去 就錢還沒進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等到什麼連帶案公告之後 在公務獲利之後 預估呢 每FW儲分金額 將提高是3000到4000萬 預估稅田獲利金額 將上修17到30億 然後預估交割入帳 地延至 這個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 然後全部儲分 獲利是23.73億 因為貢獻EPS 大概有19元左右 然後呢 這一個 不管怎麼樣 算是之後 他就今年 他今年就是估這個 13.12元 算他估到136元嘛 然後135 剩到136元 剩一塊錢而已 不過重點在這裡 他說 其實他配不錯欸 他現金股利配5塊 所以如果在100附近 其實可以買的 你說你怎麼這樣子不公平啊 你講人家有些現金股利配很好 你就說人家很爛 你怎麼說他配好就說好 他是一家還會成長的公司 他做的是風電 而且怎麼樣 他還做什麼 剛剛看到碳纖維的布料 這部分呢 其實這是很大的發展 現在台灣有一家公司做碳纖維 已經做到天上去了 我覺得 我是覺得 股價是不是有點炒過頭了 對不對 其實我之前有講過 但講過不多 叫4536的拓凱 我覺得真的是 我 我個人覺得炒過頭 但是人家補充 人家說 他公司有兩倍 公司有 公司有200元價值 這家公司 應該說拓凱啊 從去年的 去年低點80元附近 已經漲到今年的高點了 我們看到已經最高 已經曾經來到160塊錢 我覺得是很誇張 其實你說拓凱賺多少錢 對 我們看一下拓凱 到底賺多少 拓凱 拓凱去年 我這邊算一下 大概是3.8 2.9 我用info比較快 他沒有寫 拓凱 拓凱 給他看一下喔 去年賺9.31啊 對不對 去年賺9.31 其實這幾年 現在一切都不錯 9.31的股票 都漲到這個程度了 那如果說你假設 就以這個 就以這個 這個上尾來講的話 對不對 就以上尾來講 對不對 上尾來講的話 我們這樣比嘛 對不對 我們這樣比 我們這樣比 3708 上尾去年賺了11.12 所以呢 到底誰對誰錯呢 我想呢 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 我是覺得 拓凱股價太高 但他們公司覺得他們股價太低了 但是這個如此 我們就不多講了好不好 我們都不多講了 最後呢 當然這個還是跟大家講 我們這一個定存股 我們這應該說 2018年年報分析加定存股這部分 對不對 時間大概在45分到60分鐘左右 下禮拜二 4月9日下禮拜二嘛 4月9日 9時 11 12 對不對 下禮拜二開始上線 會員免費收看 但是如果你不是會員的人呢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會員的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還是要繳錢 好不好 那週日前的報名呢 我們是 我們是有這個 找鳥架的優惠 那我希望大家 當然這個沒有像上一次的這個財報課程 有人問太深太深太深 沒有太深 所以這沒有太深 這真的是 就是告訴你 這些年報哪些股票有問題 哪些股票很好 沒被人家發現的 對不對 還有哪些股票 很適合在我們接下來選的時間裡面 繼續當作定存股的一些股票 我當然這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也請大家 記得我們中間 這個這一次就沒有遮到電話了 對不對 我們俏雲專線 我們週末的時候 我們應該說 這個假期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業務人員都還有在值班 我也希望大家這個 清明假期啊 除了聖宗追遠 記得 記得要這個跟祖先呢 姚祭祖先之外 當然了 接下來 我想賺錢要怎麼賺 對不對 這個 我知道這一波真的很多人 做錯方向賺不到錢的 多得跟什麼一樣 那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做錯方向很正常啊 我想大家智商 這個 不要講智商 這樣到時候就侮辱別人 對不對 重點是 你要讓自己從今天開始賺錢 今天沒開盤 不好意思 從下禮拜一開始賺錢 我想這很重要 好不好 我希望你趕快把這個機會 不管是參加我們的線上演講 或者來跟我們一起操作 我想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祝大家操作順利 這邊 這個記得訂閱了 不好意思都忘記講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會計師之股是第一線 記得小鈴鐺把它打開 我們上傳影片就馬上有通知 還有包括Facebook的一個粉絲專頁 會計師之股是第一線 然後包括我們的這個Lite 現在反正他沒有強迫更新嘛 等到用刀不能用為止 請你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還有最後這個 這個警員 警訊這邊給大家講一下 對不對 我們跟著分析的所有的證券 沒有不自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同參考 投資人應該獨立謹慎評估 並致富投資人 我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公司電話在這邊 不要在粉絲頁就不要在我們公司電話了 這公司要寫那麼明白 不然你們用Google的寫 固德投顧有公司電話 好不好 進去 然後你看你要怎麼樣 你就是跟我們的線上服務人 來做聯絡就好了 好不好 就這樣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好 好 來嗎 看來嗎 好 啦 對 啦